大家好 我是煌靈 今天要介紹的是台版即將登場的教官月月 限定角色暗屬性 全會破防兼單體輸出 1技能對眼前最近的敵人造成大幅度物理傷害 受到傷害的目標小幅度降低物防 持續12秒 當目標在物防下降狀態時 造成一次追加的中幅度物理傷害 2技能自身大幅提升物攻物爆 持續180秒 自身特大恢復TP 1技能開戰後提升自身物攻 最後是UB 對眼前一名敵人造成特大物理傷害 受到傷害的目標大幅降低物攻 小幅降低物防 持續18秒 當目標在降低物防狀態時 追加大幅度物理傷害 教官月月的技能施放順序我就打在畫面上了 循環中7動3次1技 破防很頻繁 而2技補TP是7動1次 月月6動內要滿TP 在2技之前要清空TP條不難 不需要很多人幫她補TP 讓她不會TP大一補 隊伍裡放個厄里斯就行 教官月月跟六星月月比起來 破防能力比較弱 但輸出量高很多 是個想輸出的月月 雖然她1技跟UB都是兩段式傷害 不過因為技能係數給比較低 在實戰中不是每次都能摸到大傷盾 想要摸到大傷盾需要吃到足夠的增益 接著就來看看月月在戰隊戰有哪些王有上場機會吧 首先是台版八月無王 枕頭趴趴羊 這一隻王的屬性弱點是暗屬性 那肯定會被暗屬性爆打一頓 這一隻王手動傷害最高隊伍是新年伊莉亞坦 約1.6億 半自動物理隊最高是畫面上這一組有珠希的暗物理隊 我日版用沒有重置的帳號可以打到約1.32億 台版月底應該可以打更高 這邊比較不確定的地方在於 新年伊莉亞有沒有辦法修成半自動 並且傷害高於暗物理隊 八月無王只能說 可能會用到 再來是台版九月 首先是二王術踏 畫面上這一組是術踏傷害最高的隊伍 手動約1.4億 半自動約1.24億 全自動約9300萬 這隻王沒有教官月月的話 可以換成六星月月 手動跟半自動傷害會掉一些 用六星月月的話 手動傷害1.3億 半自動約1.06億 全自動約1.02億 再來是同樣的九月 無王牛頭人 牛頭人傷害最高的隊伍是畫面上這個組合約1.32億 問題是這一組跟二王卡一堆角色 只能二選一 如果想要二五連刀的話 武王可以改用畫面上這一組 使用專武後的叔叔打半自動刀 傷害約1.1億 手動能打多少不太確定 應該是不會超過1.3億 這個月要二五連刀對於角色值要求超高 只有畫面上這些角色全部都有的可以連刀 戰隊有太多人缺角的話 二王五王可能會卡 會需要有人打比較低傷害的刀去推進度 10月跟11月暗法隊太強 暗物理打不贏 暗物理下次登場是台版12月 也就是日版剛結束的七月戰隊戰 這隻王教官月月有在三王傷害最高隊伍中登場 手動約1.35億 半自動約1.3億 組合如畫面上所示 這一隻王開場有屬性檢定 對於沒有重置生育的玩家 開場玩一個普攻下去 六星月會直接被秒 不過對於台版玩家來說 因為有多一個月可以去刷屬性道具 沒有重置的玩家只要這個月有留點數去點該點的屬性技能節點 就能打 這一隻王需要的節點是第二頁之後的左九暗血量跟右三暗物方 我日版沒有重置差六個節點 不算特別遙遠的距離 這隻王如果出不了暗物 可以出暗法 隔壁暗法是用寶石兔坦的 組合如畫面上所示 手動跟半自動傷害都跟暗物裡非常接近 差別在於暗物裡半自動操作大概是三個 暗法那邊大概二十幾個 如果暗法跟暗物都有辦法出 基本上是暗物裡優先 暗法除了操作多之外還有一個缺點就是跟二王卡腳 二王傷害最高隊伍也是暗法 角色跟三王暗法卡到爆 再來順便提下這個月四王 這個月四王傷害最高的組合又是暗物裡 暗物裡就超強 暗物裡組合如畫面上所示 是三個妹妹配上教官並交 想要出四王的話 畫面上這五個角色至少要有四個 以上就是教官並交在戰隊戰有上場機會的王了 目前為止一共四隻 而教官並交有上場機會的王也是四隻 跟教官樂樂打拚 再來是深域 教官樂樂沒有在深域第二區的BOSS關登場 這邊會提一下教官並交 雖然今天的主題是教官樂樂 但對於鑽石不夠兩個教官都帶回家的玩家來說 可能要進行殘酷二選一 所以會提一下教官並交的表現 教官並交有在暗四隻時王關登場 暗四隻時物理跟魔法都打了過 想要第一時間通關的話 暗法最快 畫面上這組暗法隊是6月14日公布的打法 但暗法打起來難度很難 大概是前三戰隊手動刀的難度 大部分人應該不會想要打這個 再來是6月20有人公開了暗物裡的打法 這刀我就沒玩過 這刀也是手動 難度應該沒有暗法那麼難 這刀最難的地方是要借一個卡爆惡里斯 一技要一等 如果借不到卡爆惡里斯 或是不想要打那麼多操作的手動 7月2號有人使用正常惡里斯 三個木鴨通關了暗四隻時 這個就比較簡單了 走的難度不算是特別難 對於會打手動刀的玩家來說 不卡針也可以有九成以上成功率 然後是夜7 教官樂樂跟教官並交 這兩位在夜7的登場率都是100% 而且這兩位都超級重要 首先 由於暗法跟暗物裡都超強 厄里斯一個人不夠用 所以基本上所有作業都是借厄里斯 暗物裡跟暗法都用一次厄里斯 然後暗物裡組成如畫面上所示 兩個教官一起登場 這隊傷害大概在4億上下 4億是夜7最高傷害的水準了 我這邊看第一時間通關的九種打法 傷害有超過4億的只有暗法跟暗物 然後最接近4億的是火物裡 大概3.8 3.9億 畫面上這五個角色有缺 夜7就少4億 這4億我都不知道要補幾隊才能補回來 只能說 非常非常難救 畫面上這五隻有少 直接躺平比較快 我覺得至少躺三個月才會有機會通關 少4億真的很難救 然後由於暗物裡很強 所以推圖之類的操作業場合也蠻常會用到教官樂樂 上場機會算多 結論 對於戰隊戰玩家來說 教官樂樂賺夠必抽 競技場玩家跟還沒滿等的新手建議要抽 好啦 接著是下一個問題 教官樂樂跟教官並交我都會建議鑽狗必抽 問題在於有些鑽石已經建議的玩家來說 做不到 我全都要 要二選一的話 要選誰呢? 戰隊戰方面 兩者強度相當 都是四隻王有上場機會算平手 夜7也平手 唯一有差的就是暗四隻石 並交有上場 月月沒有 對於強度接近的角色 我會推薦限定優先 問題是有些人不抽並交 暗四隻石可能會卡 那該怎麼選呢? 在說暗四隻石之前 我先說一下為什麼會推薦限定優先 現在畫面上是常駐不抽之後隨緣等歪到的機率 樣本是抓我自己 可以看到12個月要歪到一個指定角色的機率約47% 歪不到的機率約52% 這邊的一年2592抽是我從台版雙擊登場到技服伊莉亞復刻後 這段期間我抽了32池 平均一個月大概是抽兩池 以期望值108抽來算 一年共2592抽 然後這段時間有的池有三星加倍的話我是沒有去算 各位如果有記錄自己的抽數 也可以用自己的抽法去算 以長遠的眼光來看 如果限定跟常駐二選一都選限定 那明年初專武時有歪到的機率約47% 相較於選常駐的玩家來說 有47%機率可以省下16200鑽 16200鑽的算法是一池期望值108抽 一抽150鑽 乘起來就是16200鑽 也就是說如果A玩家 教官二選一選月月 花鏡華 花女僕選鏡華 兔女郎真步跟寶石兔選真步 B玩家選病驕傲 女僕寶石兔 那明年這三批角色出專武時 這三個角色一起歪 歪到至少一位的機率約85% 只要有歪到 角色池就會是比都選常駐的玩家多 對於說常駐比限定還難取得 二選一永遠選常駐的玩家來說 明年一定是三個限定都沒有 如果專武翻身就要額外花鑽石抽 所以以長時間省鑽的角度來說 一定是優先抽限定 但我頻道還是會偶爾有人跳出來說 常駐比限定還要難取得 要優先選常駐 這種說法的理由是限定會復刻 常駐不會 所以常駐更難取得 那麼如果二選一優先選常駐 有沒有什麼好處呢? 要說的話還是有啦 優點是如果選的常駐 限定那邊是專武後翻身 可以在限定角色出專武後第一時間取得 前提是鑽夠的話 雖然我是不知道 如果一年前會因為鑽不夠跳掉 一年後拿來的鑽石抽呢? 我直接懷疑點JPG 如果當時是選限定 那常駐角色出專武翻身後 沒有歪到就只能常駐自選券補 但有時候會有時間差 常駐自選又不是每個月都賣 然後對於堅持要無課玩家來說 沒有買常駐自選券的選項 那可能還是選常駐會比較好啦 但前提是 要升得出鑽石抽復刻 不然就算復刻了 遲開在那邊也沒有鑽石抽 那還不如選限定靠賽 至少有一半機率可以歪到 好啦 講完為什麼會優先推薦選限定的原因之後 回來教官月月跟教官併交的殘酷二選一 選併交最大理由就是按四之十 如果按四之十不缺併交以外的角色 我會推薦借併交就可以 二選一選月月 那如果併交以外還缺叔叔或祈禮怎麼辦呢? 首先 推薦克金 台版沒有意外的話 8月會有限定自選 可以選叔叔 然後沒有意外的話 9月會有一張破產版的限定自選 可以選的限定角色到祭福克羅 可以選的常駐角色到五娘留下 缺祈禮的可以考慮選祈禮 這兩張補完基本上併交用戒就可以了 那如果不想課金的話呢? 台版生育第二區九月中會開 由於按四之十對屬性要求比較高 大概還有一兩月之後屬性夠才能通關 沒有意外的話 如果是用暗物理打 那有重置的玩家大概是十月中左右可以通關 沒有重置的話大概是十一月中 如果只缺併交 十月中歪到的機率約10% 十一月歪到的機率約45% 機率偏低 對於缺併交加祈禮的 十月中歪到至少一隻的機率約20% 十一月中歪到至少一隻的機率約27% 還是偏低 有點難 最慘的情況就是要等到十一月 怪到祈禮竟有HARD關卡後刷到換出來 然後再借併交通關 結論 如果要二選一的話 對於暗四之時沒有缺併交以外的玩家 推薦選月月 如果暗四之時缺兩位以上的 能課金的我建議課金 還是選月月 對於有缺兩位以上又不願意課金的玩家會推薦選併交 以上是給願意出手動刀打暗四之時的玩家 如果不願意出手動刀打生魚 那還是推薦月月 影片最後 提一下月月的個人劇情 月月在個人劇情中 又又又又又對不起優衣了 至於是怎麼對不起優衣的 日版就跟月月剛登場時 我有做過影片懶人包了 有興趣的可以點影片下方連結去看 今天就不重複講了 OK 以上就是這次影片的全部內容了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點喜歡 訂閱並分享 然後要開啟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才能第一時間收到本頻道的通知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